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前几天一个月非风高夜我崩溃了 我没有藏起来我选择了骚扰朋友 我给甜甜发微信 我说我崩溃了怎么办 她说养生呀 我们这个年纪的女性就是要多睡少吃 我一听哇 我真的完全相反 于是更崩溃了 我又发给李戴 我说我好难过 她说真的吗 咱们俩的聊天机库 你不要公开了吗 我数了一下一共九个哈真情实感 这就叫什么 别低头皇冠会掉 别崩溃朋友会笑 人间就是这么真实 还有我最好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我最好的朋友是谁吧 老刘 一个不敢不关心我的男人 但是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说 你错过了我的脆弱 他说 一个被包养的人 错过了最佳表现机会吗 我说是的 他说今年事业运好差 看看我袒露自己的结果 我得到了什么 我得到了一个真理 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成年人的崩溃不需要观众 你说不 我就需要 那你更得藏呀 因为若隐若现 最引人注意 比如你有两个女同事 一个嚎啕大哭 把自己手机摔坏了 你敢劝吗 你不敢 因为你怕他摔你的手机 另一个 躲进女厕所就再也不出来 不吃不喝也不破坏公物 你更担心谁 显而易见 对不对 还有这个变题呀 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大家非常羡慕 未成年人 我想告诉大家 大可不必 未成年人压力也很大 我儿子写作业说 我要崩溃了 他爸说 你哭呀 不哭不是男人 我儿子说 算了我坚持 长大了就不用写了 他爸说 哼 长大了 看别人写更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是个人 崩溃就得藏起来 大人小孩都不容易 今天一直都在说 有些情绪藏不住 是有可能 但是要这个字 是代表我的愿望 我愿意为之努力 因为我知道 人崩溃起来都不可爱 我也崩溃过 山呼海啸 覆水难收 我告诉你们 只要我没藏住 我没有一次不后悔 年轻时 我歇斯底里地 质问过父母 也披头散发地 羞辱过伴侣 说我真是瞎了眼 人到中年 我明白了负面情绪 一定要隐藏 我希望我这辈子 无论再怎么崩溃 都不要对我儿子说出 我怎么生出 你这样的东西 这就是我愿意为之努力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题嘛 就是针对我 因为你看年纪轻轻 我没有体验 精致我也没有体验 我唯一有的体验 就是穷 而且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 就是以朴素出名 但是呢 很倒霉 就是嫁了一个 精致穷的老公 他是一个五公斤 每天就知道买鞋 问题是心态特别好 我今天上台 他问我准备得怎么样 我说不行 他说放心 你不行 大家都不行 大不了让节目垮掉 然后我上一季就说过嘛 我说我要不是看脸 也不能上这么大的档 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我上档的全过程 我跟他们是相亲认识的 相亲的时候 他穿的人无人流的 然后呢 当然也不能完全怪他 之前我也见过一些 比较实在的人 见我的时候就说 自己有车有房 那时候我觉得 好俗呀 谈恋爱 为什么要谈钱 我老公不一样 他见到我的时候说 你放心 因为我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肯定会对你好 不得不说 令人耳目一新 然后当时的我 心里想的是说 这个人穿成这样 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 结了婚以后 发现真的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还不死心 我就问他 我说现在没钱没关系 将来你有了钱 不会变坏吧 他又用坚定的口气 跟我说 你放心 我这辈子都不会有钱的 那时候我觉得他好幽默啊 但是后来接了婚 我发现 男人有些承诺 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这就是金志雄 最大的问题 最后你就会成为 别人的祸害 我希望广大金志雄 反省反省自己 我也想要一个 不开小差的伴侣 一个不开小差的伴侣 多好呀 他们心无杂念 坐怀不乱 眼见色 不起心 不动念 有这样的人吗 有 唐森 这不就是人生的难处吗 你想找个出家人 但是他们不结婚 他们要去取金 能跟你天雷地火 搞混了头去领证的 都是俗人 得多俗的两人 才会结婚啊 结了婚 你要求别人修行 六根亲近 怎么你以为 自己是菩提吗 抱着你就顿木了 还是以为 自己是一本佛经 有了你就得到了呀 以后求婚 就送马老师的沐鱼 敲敲敲敲敲 一颗断成练 婚姻也不再是 爱情的坟墓 它是爱情的澡堂子 进去冲一下 你就干净了 这不是扯吗 我们不能以 得到高僧的标准 来要求伴侣 人被我们占有了 小差你要允许别人开 因为你不允许 他们也会开 你不容忍怎么办 一哭二闹三上吊吗 妇女朋友们 这里我要说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点了 伴侣不只是朋友 也是敌人 不能不防 但是命只有一条 要用在刀刃上 吊要在最关键的时候上 开个小差 你就要死要活的 那你说 你这么容易亮出 自己的底牌 它要真要有点什么 那你怎么办呢 是不是 我必须要强调一下 什么是开小差 首先不能开房 开了那叫出差 第二不能买包 买了那叫包养 我们现在谈的是婚姻 好不好 人和银行卡都在你手里 对你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有什么不能忍的呢 你们就是没有亲自结过婚 这个结过婚的人都知道 这件事真的是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我已经 我 我已经结婚十年了 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们 夫妻俩之间看长了 真的会晕脸 就像在一条 就像在一条没有镜头的 高速公路上开车 我们需要参照物 我们需要视觉冲击 就是比如我喜欢看韩剧 看一部换一个老公 这就要开小差吧 但这是精神出轨吗 我不承认 我倒是小 但是老公们并不知道我是谁 臭的当香的瞎吃 美的当丑的乱搞 这不就是KTV吗 这一题就是一个 哲学版大型KTV 拒绝喝酒原因普查 众人皆罪 我独醒 为啥呢 废话 都喝多了 谁买单啊 这个村坚持到最后一个的年轻人 不就是每次在KTV里挺到最后 把大家送上出租车的人吗 为啥不喝呀 等你们醒 你们喝过去了都挺高兴 是吧 遇到人就叫娘 喝水三尺长 见那个女的就冻房 醒来以后呢 都问我 那个那么丑 为什么不拉着我 所以我不喝 就是为了等你们醒 是吧 不要告诉我 她不会醒 我们从小到大 读了那么多 童话 故事 正史 野史 科学杂志 每本书上告诉你 巫婆最后赢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 只能是我作为一个大型精神病院的院长 带着团友们携手战胜了病魔 我得留下来等待逆转的可能性 等待希望 在等待的过程中 大家都那个香当臭嘛 臭当香嘛 对吧 我在乎人的 我在乎的人吃屎 我拉着他 我讨厌人的吃屎 我随他去 并且还要告诉他 哥们细嚼慢咽 身体好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人生有多少机会 能够这样快一恩仇啊 第二 我是一个维护内心世界秩序的人 要让我颠倒秩序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要捞好处 我盘点了一下这道题目 没有啥好处 首先 富的变成穷的 对吧 你们是在逗我吗 都刚才 刚才都听到了 我的童年的悲惨故事 我好不容易有点钱了 然后 另外 美的变丑的 丑的变美的 听起来对我有点利益 对吧 是唯一对我有好处的一件事 差点上当 但是我仔细地想了一下 这个规则变换没有意义 只是概念变换了一下 其实还是长得差不多的搞在一起 就是乌龟 找王八 臭鱼配烂虾 是两性世界永恒不变的铁的定律 也就是什么说呢 我以作为傻屁的代价 进入了新世界 出去溜了一圈 还是找到我老公 生活质量毫无改善 刚才对方说 被扎就是 有各种的感觉 但我想告诉你们 平凡被扎 它不是一种幻觉 它是一系列 离奇生动的事件 有些甚至是震撼 震撼到你 根本找不到自己的问题 比如 小伙谎称加班 跟前女友烛光晚餐 还把吃剩的牛排 带给现女友加餐 现女友有什么问题 怪自己太讲卫生了吗 能不能互相尊重 扎得含蓄一点 我们女生最擅长什么 就是给他们男的找台阶 问题是有些人 扎得郁郁葱葱 扎得连绵不绝 扎成了喜马拉雅山脉 登云梯都够不着 不是我们不想反省 是真的找不到自己的问题 有些姑娘 都急了 追着渣男问 你告诉我 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得到的回答是什么 你挺好的 是我配不上你 就是因为你太好了 我才压力大 发现没有 他们也觉得我们没问题 是说打理 百里挑一 优秀到让人窒息 所以才不能继续 那能怎么办呢 他说他不配 我们就说对 他说是他蠢 我们就说滚 爱他就是要相信他 你找不到自己的问题 渣男也说你没问题 你还非要问 是不是你的问题 你有病吗 渴望自己出问题 才是最大的问题 相信我 大家都没有问题 好吧 这道题的观念词 平凡 平凡被渣 在网上有一个概念 叫做吸渣体制 大家都听过吧 总结了最受渣男 欢迎的女生特质 一 原生家庭不好 二 不花男人钱 三 缺爱 四 母性泛滥 哇 看完吓一跳 每一跳都是我 搞得我一个已婚妇女 心缘一马陷入了反思 啊 我条件这么好 体质这么棒 犀利这么大 为什么没被扎过呢 好遗憾 这说明男人谈恋爱 不看体质 只看气质 李淡很早就说过 他说我上幼儿园 就有一种中年妇女的气质 我回忆了一下 确实是 我长相稳定 性格刚硬 两眼一钉 草木皆兵 谁敢扎我 鱼不会死但网 一定破 哇 我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说明了吸渣体制 完全没有科学道理 一个人谈恋爱 吸引谁 都靠的是优势 怎么可能是靠缺陷呢 渣男自己也不能同意 是不是 不如我来总结一下 他们最爱的女生特质 一 好看 二 真好看 三 特别好看 不扎你 是因为没看腻 看腻了 不管你什么体质都扎你 还有一些防扎攻略 也很值得吐槽 比如这一条 洗洗眼睛擦亮它 下次不要看见帅的就上头 看见帅的不上头 那太丑了 确实让人冷静呀 谈恋爱总不能谁难看跟谁谈吧 然后被扎了岂不是更难过吗 然后你们又要说了 是不是 早就告诉你男人都很扎 为什么不找个帅的呢 什么话都让你们说了 再比如 还有一条 透过现象看本质学会识别伪装 不是所有穿西装的都是知识分子 我真的笑到发抖 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吗 是谁造成了这种误解呢 陈明跟雄浩不需要负一些责任吗 在那里疯狂地释放魅力 让我们女性都爱上了西装男 毫无社会责任感 为什么不穿羽绒服上节目 薛教授你是要什么 你也难辞其咎 我穿羽绒服的 所谓防扎攻略 就是要求你火眼金睛 权衡利弊 铁石心肠 无坚不摧 这是什么 特攻 那确实没人敢扎你 那也没人敢爱你 是不是 不富裕就是钱不够花 就像打雷下雨一样 是一种自然现象 这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也没有什么好愧疚的 因为在广大儿童用品厂商的 共同努力下 谁家的钱都不够花 我儿子小时候有一个信仰 他坚信只要集齐所有的武器 他就能变成铠甲勇士 天天催我们买装备 说快 不要影响我变身 他爸说好好做个人不行吗 孩子说那谁谁谁 马上都变了 就我还是个人 铠甲勇士一共几十位 每一位都会十八般武艺 不但不停换兵器 还喜欢养坐骑 我跟他爸掐指一算 要供他变身 我们得卖身 我就问你们 铠甲勇士这么拼 谁的家庭能富 邢瑞 麻烦你喊勇士出来劫富济贫 我没这个本事 我只能劝我儿子 放下铠甲 立地成人 所以如果孩子物欲横流 超出我的能力 我就会告诉他家里不富裕 不然呢 我说老娘有的是钱 就是不想给你花 这种有病的回答 孩子受得了吗 他会抑郁的 而且还会报复 晚上你就要写作业 他就会说 我有的是智商 就是不学习 这是第一点 为什么告诉一个孩子 赚钱不容易 就是不想给他花 为什么告诉一个孩子 家里不富裕 就是不想给他花 还不想他生气 他理解你的抠 是艰苦朴素 情有可原 他不理解你的抠 就只是抠 聪明的父母 要学会把我们的矛盾 转化为我们和生活的矛盾 第二点 不要苦大仇深 现在的孩子 个个都是人间清醒 完全有能力面对现实 多了说 那谁谁谁 又买了双球鞋 我也想要 他爸说 人家是富二代 你又不是 多了说 那你还不努力 他爸说 我努力了也买不起 多了说 好难过呀 别人靠爹 我只能靠脸 孩子多乐观呀 你告诉他 家里不富裕 他立刻挖掘了 自己的颜值优势 不把自信 建立在金墙上多好 毕竟 有没有钱是客观的 好不好看 可以骗自己 我也不懂为什么 就是 我们家就这个情况 我老公呢 40岁活得上10岁 我儿子10岁 活得上40岁 什么都懂 我都担心他脱发 说实话 我有没有钱 他比他爸清楚 拿到这个便提 我就跟他说 家里不富裕哦 他说干什么 你那点资产 怕我转移吗 我说要不要告诉孩子 家里不富裕呢 他说 妈 你千万别告诉我 家里富裕 我会一直买到你不富裕 我听完了好感动 我想不愧是我 富首尔的儿子 小小年纪就这么自律 他说 嗨 又没有二胎 省下来都是自己的钱 这就是现在的小孩 多有大局观啊 你有什么不能跟他们说的 你在那纠结半天 他说不定还劝你想开点 第三点 不富裕是一个 多么好的答案 我儿子有一个朋友 家里好几个保姆司机 他妈爱成天跟他说 我们没有钱 你以后要靠自己 朋友们 有钱人正在以 侮辱孩子智商的方式 强行告诉他们 家里不富裕 我们实事求是 我们犹豫什么 我真心觉得 家里不富裕呢 是人生一个 还不错的阶段 想想自己没有的 剩余的人生 斗志满满 想想自己已经有的 义苦思甜 感恩 对吧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有钱就好吗 胎富有了多空虚啊 你看马东 没人没夜工作 再看理贷 没人没夜喝 有钱人一样没夜 一样缺乏睡眠 我就是想让我儿子 从小就知道 变成他们也就那么回事 没有什么好羡慕的 做谁都不如做自己 如果鞭策有用 你不要鞭策 因为不鞭策 你有闲鱼伴侣 鞭策了 你可能没有伴侣 我们家老刘 就是一条资深咸鱼 他连求婚都很咸鱼 他说 嫁给我 你不一定幸福 但是嫁给别人 你也不一定幸福 不如嫁给我 没有道理 那我为什么会同意呢 因为也没有别人 大家看看 导师和男神 细雨喧昂 非常的鲜活 但是谁会喜欢我呢 就算他们喜欢 我也不跟他们好 因为男的 我太了解了 一有上进性就飘 一飘就挑三拣四 你问他们 为什么努力 就是为了三星而已 他们太优秀了 什么都会 就是不会一星 所以思考问题 要从原点开始 为什么我们会 选择一条咸鱼 因为活鱼不要你 那为什么要鞭策呢 一不小心鞭活了 还是不要你 说起来也是十分的悲凉 但是有些家庭 能够保持稳定 就是因为伴侣不求上进 比如我们家 前一段时间 老刘突然开始健身 我挺高兴的 我想说 终于为了配得上我 开始努力了 但我转念一想 更有可能是 为了配得上别人 我马上就警惕了 经过我仔细观察 不但健身还喷香水 最过分的是嚼口香糖 中年女人都懂 口香糖特别好 但是不能突然嚼 上进心宁可没有 也不能突然有 我会鞭策她吗 我不 我立刻就用犀利的眼神 摧毁了她的上进心 第二 假设鞭策没用 就更不要鞭策 而且根据我11年的经验 我告诉你们 基本上就是没用 一个人为什么会 一心做咸鱼 你们知道吗 因为她就适合做咸鱼 不求上进的信念 一旦形成 她连呼吸都比别人慢 你不要鞭策 因为没有期待 就没有伤害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 咸鱼伴侣游手好闲 可能就是你的幸福源泉 我鞭策老刘 我说最近你太咸了 找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做 他说那好 我去卖球鞋 我就喜欢穿球鞋 进了6万块钱鞋 全部都是自己的马 我还编策他 我说要不你就多陪陪孩子 他又说好 结果我一出差 就带我儿子去吃垃圾食品 孩子说这个不能吃吧 他摸摸他的头说 想开点 现在什么能吃 还教了一句英文 Leave happy die young 意思就是 纵情享乐不怕命短 用新锐的话说 这是人话吗 我经常怀疑我儿子 不是他亲生的 但是他自己不怀疑 我也不好提醒他 再给大家念两句 他辅导的作文 爸爸说 我妈就是这个家的金主 我们都爱她 太感人了 他们对我的感情 跟李淡对江小白的感情 是一样 爸爸说 如果我不好好学习 长大可以乞讨或者啃老 但我想妈妈很抠 她不会同意 所以我只能靠自己 为什么要提醒一个孩子 他长大可以乞讨 谁能够理解 这就是一条咸鱼 淡薄却没有质 宁静但走不远 他们的特点就是 他们想干的 不一定能干好 你想让他干的 他一定干不好 所以你知道吧 不怕他不动 就怕他乱动 咸鱼伴侣 能给你最大的幸福 也许就是咸着 为什么只找你哭 你想过没有 会不会是因为 你有一种催人泪下的气质 刚才说了 为什么没有人去找薛教授哭呢 我来告诉你 因为对着他只想读书 对着你才会想哭 累了怎么办 锻炼身体 调整心态 我要提醒你 这位朋友很值得珍惜 失恋了天天找你哭 多温顺呀 难不成天天找你笑吗 我就经常在半夜 收到这样的语音 我失恋了 我说你没事吧 他说能有什么事都是报应 自己想得还挺开 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 笑声毛骨悚然绕梁三日 我确实一点都不累 我怕 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失恋了不找我哭也不找我笑 找我要钱 说成年人的眼泪呀 只有酒泉才能擦干 我说我可以出力 他说你脱离情场十二年 你有什么力 你只有财力 听得我差点哭了起来 说实话我好羡慕你 比起真金白银 我更愿意付出一些情绪价值 中老年朋友就更难伺候 不喝酒 不谈心 约我抄写金刚经 我也是不懂 失恋了 你练字干什么呢 不是应该搞脸吗 练个好几天 他还是那么俗 我清心寡欲了 你的朋友只会哭 多么古典呀 你只需要静静观赏 比关心还容易 还好意思问 可不可以糊弄 你甚至不应该累 你以为糊弄别人很容易吗 我跟你说 网上为了这个糊弄别人 成立了一个糊弄学 总结了一些万能回答 啊 怎么会这样 好厉害呀 啊 也太那个了吧 你弹入一下失恋场景啊 就这些话 哪一句不是刺激好朋友 我继续哭下去 你是听累了呀 还是没听各位 一千个人眼里 有一千个perfect 按谁的标准来定 人生是我儿子的 我肯定要问他的意见 那个 我儿子才七岁 没长开呢 他懂什么呀 我以前就问过他的 我说宝宝你长大想干嘛 他说天魔帅 不不不 我解释 职业不分贵贱 但他离完美肯定是 还是有点距离 所以这个事 只能我干 那好 问题来了 我预设的完美人生 他真的会觉得完美吗 我跟大家说一个事 大家就明白了 去年 我给他买了一双鞋 两千多块钱 你说我们这种中年人 挣钱干什么用 不就是牵着孩子一块 踏踏实实的装 我第一次听说 有踏踏实实的装 然后结果他不要 他说丑 说还质问我 为什么没有铠甲勇士的图案 那是世界上最帅的鞋 最帅的鞋 三十五块钱一双 所以你们明白吗 我眼中的完美 他或许 示弱奋土 全部都按照我的标准来 他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比如穿 我就觉得八匹狼 是最棒的男装 完美男人的衣柜 打开就应该全是狼 一天换一匹 多帅啊 还有搞对象 还有搞对象 对吧 爱上我儿子的 必须是完美有舞 这个 富白貌美大长腿 听起来棒不棒 好 我儿子长大了 国际化审美 小眼雀斑蛤蟆嘴 这是第一点 就是我觉得完美 是个人主观感受 定制却出自他人之手 矛盾 对吧 他实现不严 不能定 对吧 不能定 好 第二 就算就算没有bug 对吧 我现在放弃我的精明 没有bug 一键就把我儿子 拍上人生巅峰 我按不按 我也在家想过 还是不能按 为什么 因为 孤独和空虚 是完美人生的宿命 先说孤独 我先说孤独 我儿子可能会失去亲情 完美人生 必须要有完美的父母 我跟他爸 活得一屁股漏洞 离完美十万八千里 怎么解决 要么把我弄死 另外配 要么就是改造我 你们看我这个德行 我去整容医院 医生都劝我放弃 我这辈子跟完美 有毛线的关系 是吧 完美的妈妈 灵魂有香气 我的灵魂天天冒冷气 是啊 你说 不让吃饭 叭着嘴 不让吵架 是吧 不让说脏话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不如一键 把我拍回娘胎里 即便回炉重造 我跟你说 我们的亲子关系也会问题重重 因为这个一键拍下去 等于上了一个永恒的保险 它带来了好的生活 但是同时也带来了疏忽和大意 为什么呢 因为反正最后都是happy ending 对吧 我儿子生病了 我不紧张 因为完美人生 每一件事都有玄机 说不定在重启哪个零不见 治他干什么呢 打扰他历劫 他跟他爸掉水里 我救他爸 我跟他掉水里 他爸救我 他在水里喊救命 我跟他爸在暗中说 淡定 闭嘴 完美人生 每一件事都有玄机 你说这日子过了多神经 还有亲情吗 还有亲情吗 说完了亲情 我们说爱情 我们为什么会爱一个人 是因为他完美吗 你们爱一个人 是因为他完美吗 不 是因为他不同 对不对 是因为他不同 在千千万万人之中 你不知道他哪里好 但是谁也替代不了 这是爱情 完美人生搞过的对象 全都一样 五官三围双伤 标准化产品 就跟世界两所炸鸡店似的 你在哪吃不是吃啊 就是 什么是猪杀制 什么又是蚊子血呢 你们 你们都爱看偶像剧 霸道总裁爱灰姑娘 为什么 因为贱 爱情就是犯贱 完美人生不允许犯贱 我儿子他在云端 可是生而为人 没有低到尘埃里的那一刻 你又怎会知道爱为何物 好 有情 更不用说了 检验好朋友的唯一标准是什么 借钱 是不是好朋友 借养次钱就知道了 完美人生不差钱 也不患难 谁也不用帮谁 对吧 友情还在什么时候生花 比如说我们遇到糟心事了 我们约几个朋友一块 骂娘喝打 对吧 还有被绿了 我约几个人一块 诅咒狗男女早点升天 完美人生不失念 没有烦恼 朋友在一起聊什么呢 我最近躺着又挣了五个月 哎呀好巧我也是 多无聊的友情 只有炫耀没有需要的友情 他还是友情吗 亲情爱情友情都没有 我儿子天煞孤星 完美 你们以为这就是他所承受的全部吗 不 还有空虚 因为他这一辈子都不会有成就感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谁还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怎么回事吗 你长得真帅 我妈一见拍的 你成绩真好 我妈一见拍的 我好喜欢你 你喜欢我干嘛呀 你妈没拍 你妈拍了你也这样 你怎么那么完美 我不是告诉你了 我妈一见拍的吗 我们都能接受 冥冥中自有主宰 谁能接受冥冥中自有我妈 你们还相信童话是假的吗 童话是虚构的真实人物 是虚构的真实世界 不光童话是虚构的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虚构的 如果你以真为标准 你们家小孩就没有书可以看 他唯一可以看的是 薛兆锋经济学讲义 林月和秋阳说的都很好 对不对 但他们就是没说 告诉孩子童话是假的 对真实生活有什么帮助 为什么他们不说呢 因为没有帮助 孩子在读青蛙王子 你非要跟他说青蛙不能变成王子 对生活有什么帮助呢 你是怕他半夜路过池塘 非要跳下去表白吗 大灰狼跟小白兔跳舞 你告诉他 不可能 狼会吃兔子 那是你想象力不够 我们开场之前都能互相加个油 动物开饭之前 怎么就不能跳个舞呢 对孩子的智力 要有一些基本的信心 现在的孩子 用得着你告诉他童话是假的 他不告诉你 活着是一场错觉就不错了 我就对我儿子说 丑小鸭不可能变成白铁鹅 它经过努力 只能变成丑大鸭 我儿子说 妈妈 他不用努力 也是丑大鸭 你别想骗我努力 亲子节目与的小孩说 妈妈好漂亮啊 像童话里的公主 好想娶她 我看了我儿子一眼 他冷笑一声问我 这种苦 我爸一个人受害不够吗 我们家小孩在他们班 绝对不是最狡猾的 就这帮孩子 你告诉他童话都是假的 不就暴露了自己 缺心眼的事实吗 给他们一个最完美的理由 放下书本好好吃鸡 是不是 而且我跟你们说 也不必告诉他是真的 因为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你不理解 我们有时候让他看会儿书 不是为了讨论什么 就是想要六根亲戚 亲子的时间太多了 我们需要一些闭嘴的时间 第二 你们老说童话是假的 童话是假的 会不会是自己想太多呢 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你谈了一个男朋友分手了 怪童话骗你 你是哪国的公主呢 你只是一个女的 童话从来没有告诉过你 一个女的爱上一个男的 他们可真幸福 是你没逻辑 还是童话没逻辑 我跟你们说 童话逻辑严谨 寓意深刻 你没看懂 就是因为你没看懂 灰姑娘的水晶鞋 就是为了告诉你 爱情就像鞋子一样 合脚都容易掉 更别说不合脚 穿不上去硬穿 只会疼死自己 那他为什么十二点钟 必须要回家呢 你们想过没有 他十二点钟必须要回家 是为了告诉你 在男人面前 该消失时最好马上消失 他们才会回头找你 对了 对了 海的女儿是为了告诉你 即使你为了爱一个人 把尾巴变成了双腿 天天困在厨房里 但是只要你愿意 穿回那条鱼尾裙 你仍然是那个 最漂亮的美人鱼 每个人对童话 都有不同的解读 你十三岁看童话 跟你三十岁看童话的 感受又不一样 如果你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告诉他童话都是假的 这相当于一种剧透 是快进了他的成长 不告诉 是为了陪着他 一起去分辨 去思考 这种成长的惊喜 才是母子一场的风景 爱情 爱情